南华大学宗教学研究所 硕士论文 六祖谈经做产品研究 以看心看镜之辩证为中心 研究生赵朝明指导教授 吕凯文教授 中华民国100年5月19日 摘要 禅宗北宗之看心看镜 是不究竟的 是被南宗慧能大师批评指摘为大错的 大正新修大藏经的经文用 这新着镜只合乎文字般若 却不合乎禅宗禅法发展史实 并改为看心看镜 从著名学者潘崇归等人的研究发现 唐代手抄本用字本来就是 看心看镜 只是传抄过程因字形及相近而误会成 这新着镜 乐本论文将依序探讨扒书之 六祖谈经做产品 经文 不看心不看镜 才是符合义理 此章考据知学的 而大正藏电子佛典使用 不着心不着镜 是受到少数学者误导造成的 日本居则大学出版的 惠能研究 义书第一章 六祖谈经 所提供的敦煌 惠心 系松三个系统 五种版本经文对照 可证明经文改变是从惠心本系统开始的 而且由日本的新圣四本内容教刊附著及更改的部分可以得到佐证 少数学者可能只以佛法义理来直接判断 定是非 而未能对北宗人 看心看镜 禅法的史实负责 一般人知道不可 这心这镜 也算是不违背佛法交易了 也许将来有心深入研究时 才来发现另有北宗禅法采用 看心看镜 的时空背景吧 关键字 禅宗 六祖谈经 北宗禅法 看心看镜 目录第一章序论 五第一节研究动机 五第二节研究目的 六第三节研究方法 七第四节研究范围 十第五节研究限制 十二第六节本文结构 十三第二章六祖语 谈经 相关研究回顾 十六第一节版本与经文用字 十七甲 文献版本问题的研究 十七以经文用字问题的研究 三十第二节 查证与两方论证 四十第三节 结论五十二 第三章注解加对 这心这境 的探讨五十六第一节 梁乃虫教授所谓的 操作型定义 五十七第二节 黄连忠教授教定 谈经 的原则六十第三节 善性导师从实证所得论 扶着心 扶着境 六十一第四节 心 静思想之探讨 以六祖谈经 及相关点集为 中心六十二第一 象气松大师的见解 以六祖大师法宝谈经 为主六十二第二项 黄迫禅师论心 以传心法要 为主六十四第三项 憨山大师论禅师 自新六十五第四项 圣言法师的见解六十六第五项 林崇安教授的见解六十七 第五节搜寻 这自在波热系典籍与禅籍出现的情形 六十八第六节 结论七十一 第四章分析 看心 看静 的禅法问题 七十四第一节经文用字探讨 七十四第一项针对 六祖谈经 文献资料来探讨七十六 第二项针对禅宗专辑 点击及所附的史说 来探讨七十八第三项 针对禅藏及新边禅藏外 点击来探讨八十七 第四项针对大正藏古 一部一四部点击来探讨九十 第二节东山法门 看心 看静 的禅法 九十一第三节六祖会能超越 看心 看静 禅法的论点 一百零七 第四节南宗神会批判 看心 看静 禅法的论点 一百三十一 第五节小节 一百三十二 第五章结论 一百三十八第一节本文研究 回顾一百三十八第二节六祖与谈经历来相关问题探讨后的感想一百四十二第三节研究建议一百六十三 参考书目 参考中央研究院文哲索集刊的撰稿格式 一百七十一第一章序论 六祖谈经 是佛教禅宗典籍 一称 谈经 六祖大师法宝谈经 全称 南宗顿教最上大圣摩赫波罗波罗蜜经六祖会能大师于韶州大范寺师法谈经 这部经是禅宗六祖会能所说 由弟子法海记录 细载会能一生得法 传法的事迹及祈祷门徒的言教 内容丰富 文字通俗 是研究禅宗思想渊源的重要依据 南华大学创办人星云法师在星云文集提到 六祖谈经和孔子的论语一样具有不朽的历史价值 第一节研究动机 本节包含学术动机 个人动机 个人信仰及接触谈经后之启发 以下分别论述 首先 学术动机方面 现存六祖谈经 有多种版本 经文使用 看心看镜 或 这心这镜 在电子佛点与坊间所见点击间有差异 须加以澄清 本文集针对此事深入研究之 因为大正藏旨本集CBETA 发行的电子佛点与网站资源 被目前学术界视为最好 最主要的版本与资源 号称教刊最精良的版本 等于是领导学术界 其影响之广大救援可想而知 但这并不等于完美无缺 想必世界各国佛教学者心有七七焉 不过就算发现有问题也未必能得高人指点迷津 或是找到负责单位的承办人进行了解与处理 然而笔者从事佛学经典研究 自认为有责任将所得灵感进行探讨 使之形成学术论文 透过学术途径引发众多高人大德们共同来关心佛点文献的完美呈现 由于传统或数位出版品的六组谈经 做产品 经文使用 看心看镜 或这心这镜 背后牵涉到谈经在复杂的历史的人事实地物等诸多因素的变迁 更涉及到禅学 禅观 经文诠释看法等等的差异 时事值得深入探讨 以引发学界更多的关注与更大的回响 以上是简述问题的源起 问题的重要性与严重性 问题处理的困难度 以及目前身为学术界的一分子的笔者所能做的 其次 个人动机方面 当然与多年来接触佛 道道常与从事宗教历史文化网站经营有关联 对于经文正确性的要求 态度可说是严谨的 笔者认为经文采用 看心看静 或这心这静 将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解 由于经典是修半道的指南 是祈求理苦得乐的心路路标 关系着学佛大众的法身会命 所以也产生了使命感 想一探究竟 本来想宏观六祖大师法宝谈经的 实在是不想碰版本的问题 因为那并非笔者的志趣与专长 承蒙指导教授才是缩小范围而研究作产品 第五在以看心看静或是这心这静的辩证为中心 而这也是进研究所后配合道场研习六祖谈经才有的灵感 笔者早期看到的六祖谈经经文是用看心看静的 后来由于电脑资讯网络的快速发展 而下载了CBETA网站电子版大正新修大藏经 或其他网站的电子佛典 去年进一步比对植本大正藏第2007经及第2008经 这才发现看心看静或这心这静的差异而有了问题意识 以上是笔者个人对问题的发现与看法 以及对自我的期许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总瓜来说 研究动机这一节 谈到了这个问题是怎么发现的 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 研究这个问题将会有什么价值 贡献 守护众生会命等等 期望CBETA及相关学术单位有相应的学者专家们 能发挥舍我其谁的高度责任感 共同来解决经典文字的问题 第二节研究目的 六祖谈经做产品 经文用看心看静或这心这静 其背后可能牵涉到印度与中国佛教史 还关系到禅法的变迁 例如从印度禅到中华禅 以及中国禅宗北宗南宗禅法 其中涵盖了如来清静禅 达摩禅 祖师禅 南北宗禅法之差异 但是本文侧重上述有关问题一提一礼的探讨 在此先做声明 本文要确定 看心看静 是问题之所在 进而爬书其相关的人事物与时空背景及事项 提供学术界进阶后续研究之资助 并深深期盼以后出版六祖大师法宝谈经时 做产品都能够采用 看心看静 以符合中国禅宗发展成果 还原经典的真实异语符合六祖的教诲 因为六祖谈经 是累积禅宗前贤门心血及时代发展 环境与人事诸多因缘 而产生的复合式智慧结晶 现代人从事研究之有利因素之一 是网络资源丰富方便 但是如果资料错误却广传后 要更正就相对费事了 希望透过本文笔对传统与数位出版品 发现问题与厘清问题 略尽一份棉薄之力 共同成人之美 使网络红法传播大藏经更趋完美 并且呼吁文人学士 善男性女能共同关心维护网络大藏经资源之正确性 预期结果 一 论文研究成果版权开放 还提供给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CBETA相关学者研究参考之用 也可仿照近来公告经文更新的方式 将此研究成果显示给大众看 目前经文更新最多的是敦煌本坛经 也就是第2007经 二 提醒相关出版单位采纳本论文研究成果 透过电子邮件或是书信联络之 三 笔者自行成立网站发表研究成果 免费提供各界下载本论文参考 根据宗宝本六祖谈经 记载得知谈经是开悟又得祖位的禅宗六祖 慧能大师自己取名的 因为他听闻五祖红忍大师为他讲说 金刚经时听到应无所助而生其心 时当下就悟到了接着还说出道的提用的五句名言呢 这是六祖为了后代传法者有所依据而要求弟子法海记录的 虽经历代的人事物演变 但是还是受到大藏经的保护而流传后事 简言之本论文目的在探讨 看心看静或这心这静所牵涉到的佛学体系 及其衍生的一理优劣 从而抉择合乎圣教量的诠释 期盼研究成果能得到学术界与出版界的采用 让六祖谈经经文得到应有的面貌 第三节研究方法 从事佛学研究 应顺法师与学者吴汝君教授等 都有着做表示他们的主张与看法或是传授经验等等 学术界使用的研究方法很多 例如文献学方法 考据学方法 思想史方法 哲学方法 维也纳学派的方法 经都学派之佛学研究方法 实践修行法 白描法等等 笔者将运用文献学方法 思想史方法 来探讨六祖谈经 经文用字的现况 并且针对做产品经文在早期植本与资讯时代出版品质差异进行辨证 何兆青在小鱼 谈经研究方法的反省与拓展 从谈经的版本考证谈起大鱼提到 如何在反省各种方法的优长与局限 进而在研究方法上更具开放性与多元性 就成为我们新世纪 谈经 研究的一种新风貌了 时代的要求远胜于习 研究者如何在细逢中求生存呢 当然首先要善用网络科技以便快速了解研究成果概况 再来要多利用电脑网页程式HTML XML与分析软体英德克斯尔.exe来分析文献资料 进行词汇分析 以便处理关键字词 找出需要探讨原因者 进一步从谈经整个文本以及唐代禅宗发展历史 来判断字词的正确性 甚至尝试跨学科领域之研究 期望能见所谓见或是解决争议的问题等 至于传统的意理诠释 文字训古、历史考证等研究方法也是要搭配使用的 本篇论文将采用的研究方法与实际做法如下 这是文献资料研究必用的方法 通常要较定整理资料的原点 再将此成果与其他的一本作一文字上的比较研究 西方佛学研究者的研究方法与方向 基本上是依循出版、教定、翻译、注释、字绘、索引 这一条文献学的工作路线来走 日本佛学界采用文献学研究禅学与禅宗语录 点击是集体合作的 研究方式的程序是教定原文、训读、现代日语翻译、解题、注释、索引等 他们所编的佛学专门词典就是代表文献学研究的尖端发展 笔者的实际做法如下 第一步是笔者先依据CBETA2008年版光碟内容制作资料库档案 再透过输入看心、看镜或不看心、不看镜、这镜、镜、字等进行搜寻 来做词汇分析 第二步是参考学者的研究成果与出版品 尽量能古今、中外以及类比与数位资源齐用 内容一理、词章、考据学巨道 所以要找出大正藏旨本第48册第2007、2008经的六组谈经 来比对作产品部分的内容 再针对学者探讨、看心、看镜或、这心、这镜的见解 来分辨何者叫好、叫正确 第三步是把语、六组谈经 相关的心、旧出版品以及电子词典的内容 对照、比较、分析 再找出含有、看心、看镜、文字的禅宗典籍来印证 利用文献学方法可处理版本及经文用字的问题 有关版本的问题将会列出学界、佛教界及外国学者 与现今国内宗教界之看法 有关经文用字的问题将要处理古代通假字、古代汉用的一体字等 以求文字般若、掌握最基本的义理 二、思想史方法 佛教学者认为思想史研究范围很广泛 几乎无所不包 算是思想与历史的结合 与考据和哲学都有关系 如果把重点放在历史方面 就成为考据 如果偏重哲学概念 就成为哲学史或是哲学的研究 如果顺着历史发展的脉络来描述其思想流变 就成为思想史 这种思想史的研究 其实难有方法可言 大抵文献、考据和哲学各方面都要懂一些 但合起来却常常没有固定的形态 笔者以为义理、诠释学、词章、语文学、考据学都要懂 在旧本论文要探讨与禅法有关的 看心看静的经文用字问题来说 上述三种知识是免不了的 因为处理观照般若是文外求悬的工作 要参公案、参话头或是墨照禅等等 但是笔者并不作禅 本论文重点是在探讨六祖慧能的心性思想 尤其是与禅法有关的三无思想无念为宗 无相为体、无助为本 以求区进食相般若 不为六祖慧能大师的旨意 由于六祖谈经的定绘品、作禅品、顿剑品、副主品 在本论文探讨中有相关联 也牵涉到般若系经典的金刚经 文书说般若经、静明经、六名为摩羯经 其菩萨界经、梵网经、法华经、涅槃经、楞严经、楞家经等 当然也涉及到禅观及禅宗发展历史等 从禅宗思想发展演变过程来看 笔者认为是类似辩证法的正、反、和 也类似中国传统医学所说的阳气、阴气、中和支气的运作 其目的是维护健康 而禅法演变的背后变数是不同的实节因缘 纵上所述 可知此项工作确实是一种挑战 笔者的实际做法是探讨丁福宝居士 胡氏的著作 以及应顺法师的中国禅宗史 禅宇净土 与顾伟康教授的禅宗六遍 禅静何一流略 杨慧南教授等的文章 找出讨论 看心看静 禅法的相关内容 以作为判断对错的依据与证明 第四节研究范围 佛教界著名的禅空法师学养俱佳 贯通三教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而且心量广大 平等对待各种宗教 置行高远 置为人天师范 晚年号召信众在 平东潮州创建中华传统教育中心 要拯救中华文化的根 令笔者深深佩服 在禅空法师广播红法的文字资料中 对六祖谈经的研究编辟入理 实事甚为可取 禅空法师认为 普惠大藏经曹西原本 契松本的在科本 遂善 所以广播宣讲就以曹西本为主 在参考流通本 松宝本 及大正藏第48册第2008经 其中与本论文有关而可参考的禅法部分 禅空法师的看法如下 一、中国佛教禅宗的新传大本 定会一体正是不二法门 是本性遁教 定会品 二、宗门修行方法的总纲领 最高的指导原则 能念道理一心不乱 即是上上禅 一切法门欲入一真法界 无不以此为总纲领 做产品 三、无族人大师传出两支 南方是六祖慧能大师 以本来无遗物 为宗 皆上上根人 是名顿教 北方是神秀大师 以实时勤服事 为宗 皆引大圣人 是名建教 顿建品 四、一相三昧 一行三昧 是一成佛法修正之指南 大师一生视线 也就是一厢 一行的修学榜样 副主品 成上所述 可知研究宗保本 六祖大师法宝谈经 的禅法 一定要看定会品 做禅品 机缘品 副主品 这些是有关北宗禅法 看心看静 的部分 所以在本论文的文献处理中将一并探讨 至于辩证 看心看静 十文字内容将会参考日本居责大学出版的 会能研究 一书 该书提供了谈经三个系统敦煌 会心 气松系统 五个版本敦煌本 大圣四本 新圣四本 得意本 宗保本的对照 将有助于印证经文原貌 另外 海峡两岸学者对于新发现的敦薄本 谈经 及其效事的著作 甚至是最近新发现而重新确认的吕薄本 都是很值得参考的 有关大藏经 简介及其版本研究 可参考维基百科全书网站 最好加注日期以立日后选取档案 及再次上网下载最新资料之参考 此外 CBETA网站 法古山佛教研修学院图书资讯馆网站 佛学数位图书馆及博物馆网站 对佛学研究都很有帮助 以下是笔者目前所知的 大正新修大藏经的概况 大正新修大藏经略称大正藏 是在现代学术界最受欢迎的中文 大藏经于日本大正年间 1912到1925 开始编修 故称此名 由日本高南顺次郎 1866到1945 渡边海叙 1872到1933 兼修 小野玄妙 1883到1939 为编辑主任 及多位佛教学者的努力 从大正11年1922到昭和9年1934 及民国11至23年 共费时13年乃告完成 全书一百册 二 在教刊方面 本藏以高丽藏 为底本 参校日本各名山古叉所藏的诵 原 明版及日本版 大藏经 和大学图书馆内的古写本 古刊本及个人的收藏本 并将教刊表列于每页之下 本研究引用的六组弹经 文字 是以学界普遍采用的 大正新修大藏经 纸本 大正原版影印本 及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CBETA提供的光碟与 由其网站下载的电子版为范围 包含 大正新修大藏经 万新转续藏经 而以2008及2009年版的为主 附加CBETA网站提供的经文更正公告资源 至于禅宗相关点集 则采用美国佛教会佛教电脑资讯库 功德会网站提供的档案 那是有助于禅宗研究的基本文献 与工具书电子档案 该专辑提供了经 论 集 语录 登录 但是缺乏了 曹熙大师别传 祖堂集 此外还提供了 史说 包含 胡适论禅宗 印顺法师的 中国禅宗史 吉顾伟康的 禅宗六辩 禅静何意流略 笔者认为 史说 部分对思想史研究法很有帮助 第五节研究限制 本论文中所提到的日本官方 大藏经 古文物资料 部分可从曹洞宗最著名的 居责大学禅宗史研究会所发行的 会能研究 一书找到内容 另外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CBETA提供的数位档案产生的根据 也提供了研究参考资源 但是限于时间 精力 财力 外语能力熟悉度等诸多困难因素 笔者期望日本学者重视本论文的论点 善用地立之便及尽到学术界领导责任而印证 还原宗宝本原貌 现今时代真是知识大爆炸及地球温室效应很严重的时期 人类欲望的高涨使得工作压力加倍 生存压力及期望有更大成就的种种压力 长按读劳行 寝食物 定 使人休息都不够 而造成新陈代谢疾病 或是自律神经失调 过敏体质 易怒 忧郁 吊举 活昏尘等等 可说是过劳的人很多啊 人类似乎被无止境的追求所逼迫 农业时代是慢速的争 力争上游 但是现代一世纪的人加快十几倍的争 争立足之地 争一口饭吃等等 所以佛经说 三界无安 犹如火宅 又说 狂心若歇 歇及菩提 笔者感慨 现代的研究要处理的资料是相对加倍的 但是人类生命力与一天的时间并未相对加倍的 倒是竞争是全球化的 碍于研究时间 诠释表达能力 外语能力的不足 所以笔者以学界较流行的大正藏指本集CBETA提供的电子佛典为主 针对谭经经文有关 看心看静 或是 这心着静进行研究 另外 要附带声明的是笔者不涉及禅修 也不做禅 本文以交易探讨为主 至于禅修的理论与实践可参考圣言法师们的著作 第六节本文结构 本论文由指导教授衡量笔者各方面的状况与条件因缘 而建议采取下列方向进行之 仅依序简述之 第一章序论包含第一节研究动机 第二节研究目的 第三节研究方法 第四节研究范围 第五节研究限制 第六节本文结构 是将本论文全部五章依序简要介绍 第二章六足语 谭经相关研究回顾 本章探讨的主题如下 第一节版本与经文用字 本节在文献版本问题方面 将依序介绍法师或学者们的主张 共有实项 其内容含印顺法师 圣言法师 星云法师 胡适先生 黄连中教授 林崇安教授 杨曾文教授 黄灿华教授 林光明教授 何兆清教授的研究成果等 在经文用字问题方面 将介绍国内 外法师或学者们的主张 共有八项 依序是胡适先生 丁福宝居士 印顺法师 潘重归教授 黄连中教授 林崇安教授 杨慧南教授 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 第二节查证与两方论证 第三节结论 第三章注解家对 这心着境的分析 将针对几本六祖谈经 直解书 注解书 或是佛典 对不这心 不这静 表示看法的内容作探讨 例如第一节 梁乃虫教授所谓的 操作型定义 是从诠释学来指出 不这心 不这静 是无下手处的 第二节黄连中教授 教定 谈经的原则 是从教定学原则 来决定经文 它是根据 金刚经 扩向显性而不执着 第三节善性导师 从实证所得论 不这心 不这静 是从佛城 宗善性导师所者 六祖谈经直解 的作产品 得知它是采用 不这心 不这静 来解释经文的 第四节心 静思想之探讨 以六祖谈经 及相关点集为中心 将依序介绍 第一项 契松大师的见解 以六祖大师 法宝谈经 为主 第二项 黄迫禅师论心 以传心法药 为主 第三项 憨山大师 论禅师自心 第四项 圣年法师的见解 对六祖谈经 的思想 涉及到的 众多大圣经典 作介绍 第五项 林崇安教授的见解 进行 谈经 的心性 与佛性略探 第五节搜寻 这 自在般若系 典籍 与禅籍 出现的情形 并附加搜寻 电子佛典资料库 所得资料的 荧幕取图图片 第六节 结论 对心 法 静等字的 佛法 意理的探讨 作回顾 与表达心得 附带要补充 说明的是 丁福宝居 是以 神会语录 谈流通本 宗保本 经文 这心者静 是错误的理由 以及胡适认为 没有人会叫人 这心者静 的 而笔者认为 全是 校定的结果 都要配合 北宗禅法 看心看静 的历史事实 第四章分析 看心 看静 的禅法问题 这是本篇论文 重心所在 将探讨如下的主题 这是本篇论文 重心所在 将探讨如下的主题 第一节经文用字探讨 包含针对六祖谈经文献资料 禅宗专辑点击及所附的史说 禅藏及新编藏外点击 大正藏古一步一步点击来探讨 依序参考胡适 应顺法师与顾伟康教授 方广昌教授的著作 此外 也要附加搜寻 看心 看静 在大藏经 电子佛点或藏外点击的禅集出现的情形 并附加搜寻电子佛点资料库所得资料的荧幕取图图片 第二节东山法门 看心 看静 的禅法 第三节六组会能超越 看心 看静 禅法的论点 内容包含印顺法师 圣言法师 圣印法师 眼陪法师 继丁福宝居士与杨慧南等多位教授们的观点 第四节南宗神会反对 看心 看静 禅法的论点 第五节小节 第五章结论 本章是要深化学习的心得 即呼吁社会大众共同来维护佛教法宝在传统与数位出版品方面的正确性 将要依序强化如下的主题 第一节本文研究回顾 是再次整理全部五章内容的章节纲要 以得到全盘的了解 进而收到鸟看全文的功效 第二节六组语谈经历来相关问题探讨后的感想 针对本文采用的文献处理的方法 一理思想诠释的方法来谈 共分为三项 依序是第一项版本与经文用字研究后的感想 第二项看心看静的禅法问题研究有感 第三项六组谈经做产品的启示 包含对禅定真谛的探讨 第三节研究建议 这是希望后续研究者能从本节快速找到灵感 并且参考笔者提供的研究题目与构想等 研究的进入是采用古今中西哲学 中印佛学的整合 加上依据五名之学的分类原则来做整理 期望能配合现代高科技网络资源与资料库检索的功能 进行构成探悬的工作 以便得到更完整的成果而趋近于真相 南华大学宗教学研究所 重读目前的文件 硕士论文 六组谈经做产品 研究以看心看镜之辩证为中心 研究生赵朝明指导教授 吕凯文教授 中华民国100年5月19日 摘要 禅宗北宗之看心看镜是不究竟的 是被南宗慧能大师批评指摘为大错的 大政新修大藏经的经文用 这新人经只合乎文字般若 却不合乎禅宗禅法发展史实 应改为看心看镜 从著名学者潘崇归等人的研究发现 唐代手抄本用字本来就是看心看镜 只是传抄过程因字形及相近而误会成 这新着镜 那本论文将依序探讨爬书之 六组谈经做产品 经文不看心不看镜 才是符合义理 词章考据之学的 而大政藏电子佛典使用 不着心不着镜 是受到少数学者误导造成的 日本居则大学出版的 会能研究 译书第一章 六组谈经 所提供的敦煌 会心 气松三个系统 五种版本经文对照 可证明经文改变是从会心本系统开始的 而且由日本的新盛四本内容教刊 附注及更改的部分可以得到佐证 少数学者可能只以佛法义理来直接判断 定是非 而未能对北宗人 看心看镜 禅法的史实负责 一般人知道不可 这心这镜也算是不违背佛法交易了 也许将来有心深入研究时 才来发现另有北宗禅法采用 看心看镜的时空背景吧 关键字 禅宗六祖谈经 北宗禅法看心看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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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